第四章的第四节要讲途辩了 那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途辩 途辩在不同的课本定义稍微不一样 因为途辩本来就是个蛮复杂又韩国的概念 我们现在讲狭义的途辩 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狭义途辩 就是你的DNA上面的核肝酸序列发生改变 你本来可能是ADCCGGC好了 结果这个ADC变成AAC 哎呀这个T变成A了后面不变 好我其中一个核肝酸从T变成A 你的DNA序列发生改变 这是最狭义的途辩的第一 你的DNA序列上面的核肝酸序列发生改变 这是狭义的途辩 那什么是广义的途辩呢 你只要是染色体的结构或数目改变 就叫做途辩 那这个染色体的构造发生改变 包含包含DNA的序列 所以这个广义的途辩更广了 只要是染色体的数量结构 发生异常发生变化 都叫做途辩 这是广义的途辩 好 广义有什么性质 途辩有什么性质呢 大多数的途辩是隐性的 这一点我要打个大问号 因为要提醒大家 你们以前国中的说法是 大部分的途辩有害 少部分的途辩有力 这个说法不对 大部分的途辩无力又无害 我们称为隐性途辩 或叫做中性途辩 根本没有影响 剩下有影响的途辩 大部分有害 那会造成影响的途辩 只有少数是有力的 它可能不会影响 蛋白质的结构跟功能 因为它是中性途辩 根本不影响蛋白质 到这边你们要慢慢知道 为什么了 如果以途辩的位置 刚好是未来mRNA的内插子 的话 我们是不是叫内含子 现在是不是发现了内含子 这些地方不是最后都要拿掉了吗 在家头家尾 瘦身的时候会拿掉 既然都要拿掉 你在那边发生改变 会影响什么吗 不会影响内插子本来就要拿掉 所以可能是内插子图片会造成你根本没有影响 还有可能是它是个摇摆效应 我从什么UUU变成UA没差 因为第三个码不重要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各位我这个才应该要先讲的 我们的DNA序列当中 真正是你的基因的序列 只有2点多到3% 也就是说这么长 你有31个简历队这么长 只有3%的序列 是真正的基因 97%的序列 不是基因 不会转入转移出多态链的 也就是它没用啊 所以有97%的序列 根本不会承认大白质 那边如果发生突变 会影响什么吗 不会啊 所以为什么大欧波的图片是中性 97%的序列 根本不转入转移出多态 就算那个序列会转入转移出多态 它可能是内含子的序列 或者是因为摇摆效应 你的密码纸虽然改了 但对于通膨胺基酸 根本没差 所以大部分的图片是中性图片的 好 虽然大部分图片是中性图片 它可能是演化中化机制 因为今日没有改变 明日可能会变成有好处或坏处 它会让演化的过程产生各种不同的材料 让你去筛选 今天无用 明日可能就有用 所以你可能今天图片没用 再图片没用 变成一个有功能的基因 你可能就演化出一个新的基因 累积很多的图片 使得一个新基因诞生 它可以转入转移出新的蛋白质 你就演化出新的基因了 所以它是为了天则或演化 形成一个重要的极致 产生新的基因 那最后是由天则来决定 这个基因是好还是坏 来经过筛选 图片率其实不高 因为DNA本来就是一群稳定的分子 它用双骨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演化上会挑DNA 当作遗传物质 它稳定 双骨更稳定 所以改变的图片率很低 如果图片率很高 你就变来变去 演化上会不稳定 而且容易死掉 所以图片率不可以过高 来维持适当的图片率 来维持适当的演化的数率 所以DNA这个分子恰恰好 它够稳定 但偶尔会出错 而这个偶尔的几率就这么恰好 那你可以有演化的机会 图片率不高 这是图片的特性 好 以上图片的简介 我们先到这里 我可以 我们下期